大家上午好,我是周成,来自深山堂班 今天很荣幸能够作为本科师代表发言 我相信有很多同学一定有和我同样的感受 就是本科这四年,一路走来其实并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的三观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但正是这种种魔力让我们能够像今天这样成熟而自信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学这四年将会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独立思考 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基本上是在升学这一件事情上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去做大家都内部的事情几乎是一个不会错的选择 而我也这样做了 事实也证明,跟随大家的脚步确实让我来到了清华园 所以刚上大学时,我的想法依然是 大部分人在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当然也能取得一点小成绩 但我始终没有考虑过,写未来到底要怎么走 只是按部就班的跟着大家学习和生活 直到学堂班第一次面试的那天 关于未来的打算这个问题,像一股墙一样被推到了我的眼前 我被老师们问得哑口无言 不好意思地说,那天我是哭着走出面试教室的 自然也没有获得读取 我今天仍然记得当时刘诺老师对我说的一番话 你不要因为觉得学堂班代表优秀就来申请 你自己想要做什么 学堂班是否真的适合你 这个问题一下子联系了我 在此后的各种各样的选择当中 我会更加关注对事情本身的分析 文明性的真实想法 而不再是他人的选择 而这个努力思考的能力 也会让我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候 能够长城找到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我要是不接受的问题 这期改变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当时的时候给协尾老师写了一封邮件 想要申请加入他的实验室 当时协尔老师给我的回信是 很抱歉 我们实验室现在空间比较紧张 可能不能邀请你来做实验了 当时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 我几乎是心灰意冷的 但是仍然抱着实验看的心态 给协尔老师写了一封邮件 想要再争取一下 经过几次邮件的交由 协尔老师最终给了我一次面谈的机会 并且同意我加入他的实验室 这件事情增加了我的信心 也让我相信 只要有一些希望 就不能安心一点放弃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以前我也是特别讨厌 各种困难和问题 但是北京哲学的作者 好紧张学姐曾经说过 很多时候 使周遭环境和自我一直之间 相互磨塌产生的痛苦 而对欲望 推动着你在一个的处境之间 跳来跳去 直到最终安定下来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所面临的不同一样的困难 往往是我们积极改变现状的良机 所以啊 大家下次看到困难的时候 可跟自己先打了退堂股 无论如何 都要跟着头皮去试一试 前面我说的两件事情 独立思考和积极改变 而我要说的这第三件事情 是及时行善 是帮助他人的 一方面呢 是在与大学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的过程中 让我感受到 其实你能够力所能及的为他人提供支持 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价值 而另一方面 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你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然的时候 我曾和同学们一起去内门谷 参加手机支教 那时候 支教之前 问我玩这次支教有什么样的意义 因为短短的几天能够对孩子们的一生 造成怎样的影响 但是在支教的时候 搬上一个不怎么起点的小女孩 跟我说 老师 你给我们讲的故事 让我相信 即使是我 也有机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 就是他这样的句话 让我觉得我的支教是值得到 而且 每次想到 我曾经在这样一个小女孩的心中 点了过一盏灯 我就会激动不已 很感谢清华 让我们从关注小我 能够成长为 心系他人 乃至胸怀天下 我们之所以 能够有这样的迅速的成长 我觉得还是要感谢 计划大学 感谢生命学员 为我们提供的 各种各样的资源和平台 感谢我们的老师 带领我们 进入生命科学的世界 也感谢 我们的老师 在我们失落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重新拥走 改变世界的游戏和决心 也感谢我们的父母 几乎无条件地支持着我们 感谢身边优秀的小伙伴们 始终与我们并肩作战 四年前呢 我怀着既是旧人的梦想 来到了青花园 很庆幸 到今天 我的这个梦想 依然没有改变 也希望大家 能够互望重新的 最后的最后 在我们即将结束 本科生涯 迎来未知生活的时刻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成功只有说 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去做